好同学这个档案 我们要来看这个单位向量 所谓单位向量就是长度等于1的一个向量 那一般向量它的长度都不是1 长度都不是1 那长度如果不是1的话呢 你怎么样把它变成长度是1 假设呢我们现在有一个U向量 它的这个两个分量呢 一个是U1 一个是U2 那同学都知道呢 这个U向量它的长度 就是根号呢 U1的平方 再加上U2的平方 就是把它两个向量平方相加开根号 那么如果你现在 把这个U向量 除以它的这个长度的话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向量 U向量除以它的长度 那这个向量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根号 这个U1的平方 加上U2的平方 然后上面是U1 那么底下呢 它是U1的平方 加上U2的平方 我们把U2 好我们把U向量除以这个数字 这个 我需要注意就是这个数字 它是一个存量 长度是一个存量 只要它不是0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U向量除以这个数字 就是把它两个分量分别除以这个数字 分别除以这个数字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下去计算这个向量它的长度的话 这个向量的长度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要把上面这一串 要下去计算它的长度 那这个长度怎么算呢 好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呢 就把上面这个数字里面 这两个分量把它平方相加 然后开根号 把它两个平方相加开根号 那前面这个呢 是U1的平方 加上U2的平方 开根号分之U1 那第二个呢 是根号 U1的平方 加上U2的平方 开根号分之U2 那么我们把它平方之后呢 我们就发觉说 它的分母呢 第一项 因为根号碰到平方 根号不见了 它就变U1的平方 加U2的平方 分子变成U1平方 那第二项呢 变成 根号不见了 所以第二项变成这个U1的平方 加U2的平方 分之U2 分子也把它平方 那因为这两个分母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呢 分母就变成U1加U2的平方 那分子哦 这两个分子加起来呢 刚好一样 这个分子跟这个分子 加起来 那么它刚好也是U1的平方 加U2的平方 那这两个比起来刚好是1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个新的向量 它的长度就是1了 它的长度就是1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一个U向量 只要它的长度不是0 你把U向量除以它的长度之后 这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这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因为它的长度变成1了 它的长度变成1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譬如说你们课本的立体5 假设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U向量 那么它是3-2 它是3-2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U向量呢 除以它的长度 除以它的长度 那么其实呢 就是把这个3-2这个向量 除以多少呢 除以3-2这个向量的长度 那么它的长度是多少呢 就是3平方再加上2的平方 那所以我们运算下来的话 这个分母是9加413 13开根号 就根号13 那等于是把根号13除到里面去 那因此呢 这个x分量就变成根号13分之3 y分量变成根号13分之2 那这个向量呢 它就是一个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那等于是怎么样呢 等于是把这个U向量 它原本的长度是根号13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缩小 缩小成单位长度是1的一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当然是平行的 这两个向量当然是平行的